由局監視器拍下ATM前 富人領錢出來再數鈔票 一名黑衣男不斷徘徊 看準時機衝過來把富人抱住 手猛抓要搶錢 富人掙扎跟他扭打成一團 倒地還被揍了好幾拳 臉上都是傷 富人想拖住嫌犯 但根本打不過 男子抓一把鈔票就跑了 逃了20分鐘後 一團阿庫警察包圍男子要抓他 男子拒捕還瘋狂掙扎 男子一度掙脫失控撞倒店家籃子 被壓制還狂吼叫 想裝傻逃逸 但口袋全是錢直接爆香 你看他口袋套在整個藍色小朋友 因為那個大姐也送上那邊去 20號晚間富人到方療郵局 提領10萬元 卻被嫌犯搶劫還壓在地上打 男子一把抓走76000就跑了 搭小黃要走 被眼睛遠景看到 衝上去抓他下撐 在鬧區居然敢搶劫 圍捕還被一堆民眾圍觀 來自台東的38歲男子疑似缺錢花用 一搶天開跑去ATM前 守株待兔 隨機當街搶劫 強硬下手跟富人扭打 害人受傷 鈔票入袋不到20分鐘就落網 離譜犯行 讓人只搖頭 記者張春華 屏東報導 倒唔 早 beta 感谢观看